台中市21号新增了五起施打新冠肺炎疫苗后的死亡案例 包括AZ疫苗有四起 BNT疫苗一起 其中以一名23岁女性最年轻 她没有疾病史 9月10号施打第一剂AZ疫苗 9月29号发现没有呼吸心跳 经过法医解剖死因是两肺水种 又心事扩张 知名法医高大成认为会导致两肺水种的原因 应该是药物中毒 是否跟疫苗有关还要再理清 台中市21日一口气新增五起 施打新冠肺炎疫苗后的死亡案例 包括AZ疫苗四案 BNT疫苗一案 五名个案的年龄介于23到61岁间 四名女性一名男性 五一中接种AZ的有61岁女性死因调查中 55岁女性死因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49岁男性可能死因右侧肌底核出血 心脏肥大 最年轻的是23岁女性无疾病史 9月10号施打第一剂AZ疫苗 9月29号发现无呼吸心跳 经法医解剖死因为两肺水种 右心事扩张 那一次我们冷死了 如果两个会水种 大概都是药物中毒 因为他有右心事回大 所以标准可怜各有心肺水种的问题 比如说心脏心缓不良 怎么会造成会水种 知名法医高大成认为会导致两肺水种的原因 应该是药物中毒 他也提醒民众接种完疫苗如有呼吸不顺 头晕头痛等症状要赶快就医 另外还有一案例是54岁女性 有脑血管急行病史 10月15施打BNT疫苗第一剂 18日发现叫患不醒 送医无效宣告死亡 死因调查中 台中市府对于疑似疫苗接种后死亡个案 会帮忙协助搜集相关病例资料送中央审查 以厘清死因与疫苗相关性 记者中部这么报道 我提醒民众接近身的状态 在至今是两个人表现这个阶段 因果真的塔敌人